晚安 欢迎收看九点欢日线 和你一起看见世界 我是陈寅 传经会今天登场了 这场峰会花了4亿元 吸引了2500名的记者前往采访 外界看起来像极了一场 精心安排的实境大秀 当然这也是川普非常擅长的 而今天的金正恩看似被动 但是却也诚意十足 也难怪美国总统川普 用了三个非常very very very 表现谈话顺利 而两个人共同签署的文件当中 金正恩承诺全面去核 美国也答应保障北韩政权 两国即将展开美朝新关系 看起来东亚跟世界局势 从这一刻开始的确出现了变化 昔日老爱互刚互唱 现在握手言和 川普金正恩大笔一挥 签署共同文件 全世界都会看到的重大改变 包含建立两国新关系 美朝在朝鲜半岛建立永续稳定 和平政权 朝鲜半岛无核化 双方努力找回战时失踪人员遗骸 由川普自行召开记者会说明 展示川安金会成果 两国也将进入崭新营业 但并没有讨论预期的两韩中战 这次闭门会谈 先是川普金正恩王建王一对一 创下先例 接下来美方派出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顿 国务卿蓬佩奥 白宫幕僚长凯利 北韩则是外交部长李永浩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 和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 兼国际部部长李朱庸 用三个非常形容会谈融洽 但双方跨越障碍 走到这一步真不简单 如同金正恩说的 这场景应该出自于科幻电影 不到一年前 川普才大骂金正恩是火箭人 现在大赞金正恩碰上了天 甚至邀请他到美国访问 两大狂人重新扭转国际情势 董事新闻张震中柳一晴 自好不倒 好的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竟然已经有专家看到了 当北韩全面去核化的时候 美国恐怕反而失去了 东北亚战略的主导权吗 我们来看看这一位 他是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 James Clapper克莱珀 他也曾经多次与北韩 在去核化的议题上交手 但是呢 他说这次的川金会 已经是美国的巨大让步了 因为这不但是承认了 金氏政权的合法性 甚至让金正恩能够坐上谈判桌 跟美国平起平坐 但是他也提醒了 一旦北韩全面去核化 反而冲击到的是美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要去核化的话 其实北韩也可以要求 美国把他们的B1 B2 B52轰炸机 全部都撤出朝鲜半岛 所谓的全面去核化 而一旦少了强而有力 也是金正恩最怕的轰炸机 这不但会改变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影响 例如说压制北韩 钳制中国 甚至巡防南海 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 以上呢都是在靠美的日本南韩 他们的核武保护伞恐怕也会受到威胁 而一旦美国少了在东北亚的主导权 甚至华氏权 这反而会让北韩的老大哥兼盟友 中国如此余翁得利了 好所以我们看到谁才是川金会背后的引武者呢 尤其今天晚上最新的传言 金正恩的飞机很可能会直接从新加坡就飞到北京去了 无庸质疑 中国大陆不需要来参加川金会 主席习近平的影响力 何止派了一架专机给金正恩使用这么简单呢 中国大陆今天怎么看待川金会 马上我们要连线在上海的特派记者任以风带给我们最新观察 以风 好主播观众 众所瞩目川金会在和平气氛下落幕 而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 针对半岛无核化也有了共识 其实在今天一整天 大陆媒体虽然没有大肆的报道分析 不过呢却都是多半是以持平客观的立场来看待这起事件 大陆外交部长也特地谈到了 北韩美国过去呢 长达半个世纪的针锋相对 好不容易两国领导人可以坐下来平和的对谈 而也有了很好的结果 中方是乐见其诚的 毕竟呢 这个王毅还有特别强调 中方在其中扮演的这个独特性 还有这重要作用会持续下去 所以换言之呢 其实川金会中国并没有被边缘化 反而在背后扮演了相当重要的推手 我们把时间带拉长来看 过去中朝关机密不可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了解北韩 平常也非常了解 在过去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 都相当依赖中国 尤其90%的外貌也全靠中国而来 所以北韩假设在像以前一样 继续搞核武 受到国际制裁 金城恩了解 他的经济将会有崩盘的可能性 身为老盟友的北京 也不可能看到北韩会走到如此窘境 所以因此在这一次的川金会上 北京确实帮了不少力 而未来金城恩 他也是承诺了会续核化 而也非常明显看到呢 他似乎也请上了 希望能够走上经济改革 开放这条路走 而未来他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背后扮演的这个推手北京 又会给予什么样的协助 还有协商 值得观望 以上我们再把时间交换台北 好的谢谢宇芳 其实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固然是乐见朝鲜半岛的和平发展 但是呢 其实还有更多人在问 我们是不是可以到北韩去投资了呢 一旦北韩开放的话 真的是充满了商机 像是在今天的川金会上 川普跟金正恩都说 会将过去的恩怨抛到脑后发展一个全新的美朝关系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旦北韩开放 真的是潜力无求 而且是很多现代化国家都比不上的 那就是北韩境内的金山银山 有数十万亿的矿产 有待开发 而如今呢 北韩跟美国的和解跨出第一步 更是有可能为这个封闭的经济打开大门 而邻近的中国跟南韩 正在虎视眈眈等待机会 恩怨抛脑后 川普金正恩的世纪之握 不仅象征东北亚和平游望 也握出北韩经济的无限潜力 北韩并非天生90穷国 在日本时代就已经发展重工业 加上前苏联和中国的支援 在1960年代 北韩经济持续成长 GDP一路领先南韩 靠的就是丰富的矿产 包括茂山的铁矿沙 惠山的铜矿银矿 大兴的梦 金骨的银 荆州的稀土 河东的金矿 另外东海盆地和西海盆地 也都蕴藏着石油 总价值高达6兆美元 大约新台币178兆 其中北韩所蕴藏的稀土 更是备受关注 稀土是高科技电子装置的重要原料 传闻北韩有高达2亿多顿稀土 是中国稀土储藏量的6倍之多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规划了 泛东海经济带 泛黄海经济带 以及停战区经济在 江南北韩工业腹地 连结在一起 要让北韩全面大要紧 北韩有如未开放的处女帝 一旦对外开放不止南韩 中国也深感兴趣 北韩对外贸易量 中国就占了九成 北京是平壤唯一的长级盟友 也是华府最强的战略对手 川经费万众瞩目 但中国大陆才是台下的重量级推手 而北京最不乐见的便是边界情势一触即发 简单来说 北京要的就是稳定 乐见金正恩持续推动经济改革 虎蒙其力 东方新闻 陈慧珍 闻所报道 而为了这次的川经费也是花了大钱 那就是东道主新加坡 这次他们撒下了两千万新币 相当于台币四亿元来准备 大部分的经费都花在维安上 不过呢 总理李显龙却说 非常值得 世纪川经费再次把全世界的焦点 聚在东南亚的这个小岛新加坡身上 为了这次国际会议 新加坡撒下两千万新币 相当于台币四亿元 其中一半用于维安 务必让亮国元首安全 甚至还出动了速来票汉的库尔克警察团 身配弯刀只有定级元首会议 才会献身 新加坡这次砸下重金 毫不心疼 因为这次会议正是新国 未来发展的里程碑 来自全球各地 三千多名媒体记者蜂拥而至 新加坡展现又挑不问的管理能力 严谨之于不识贴心 纸扇笔记本全都有穿金两人的头像 顾虑到新国炎热的天气 还附赠这种贴心的两下小物 肚子饿了还可以跟机器点餐 甜点别具匠心 口味还有独特的泡菜冰淇淋 全力朝向亚洲区域重镇发展的新加坡 近年来乘机亮眼 2010年金沙赌场开幕 带动惊人的观光商机 2015年主办马席会 更大幅增进了国际形象 与区域斡旋能力 而这也反映在新加坡的GDP成长上 从2009年开始 更把台湾狠狠地甩在身后 而这次穿金会 更让新加坡在国际上穿金带赢 朝着东方瑞士的国际形象 大幅迈进 段新闻 蔡轩余佩全 组合报道 好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点19分 我们要来看看 目前在新加坡的最新状况了 说到今天的穿金会 其实进展的很迅速 不到半天就大功告成 看起来轻松简单 不过里面有非常多 值得观察的细节 尤其大家在问了 晚上9点了 金正恩他到底离开新加坡没有呢 难道又在故弄玄虚了吗 我们要连线给 目前在现场采访的 东森新闻团队 要请王湘霖进一步带来分析 小林 全世界直播的穿金会 已经正式结束 美国总统川普 很快的搭着空军一号 跟大家说拜拜 但是金正恩却还卡在新加坡 为什么有这样的状况 说法有很多种 有人说金正恩是为了 保护自己的安全 卖弄玄虚 让不让大家知道 到底坐哪一班班机 这样子他才不会危险 第二个原因有人说 既然当初是搭着三架专机来 这次也要三架一起回去 这样子才有这个气势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 是中国大陆的专机 晚起飞了 因此delay 那金正恩当然就只有在这边 继续等着 但是无论如何金正恩迟回去 都让新加坡 上一国际上 上面空中的交通 大打劫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讲到 今天川金会的一个结果 在表面上 川普案金正恩 都签得非常好的一个同意书 表面上光鲜亮丽 好像正确的方向都出来了 但是专家看起来实质上 却是非常空虚的 因此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大家都还要持续的观察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 是这次的川金会 是全世界最受关注的政治实境秀 既然收拾那么好 收到这么多的关注 怎么可能只有一集 就像好莱坞的电影 星际大战 魔戒 这些好的电影一样 都会拍好多集 所以川金会第二集 川金会第三集 都陆陆续续 应该还会出现 再加上川普跟金正恩 两个人的个性 常常翻脸跟翻书一样 因此川普跟金正恩 美国跟北韩的关系 会怎么样 我们只好套一句俗话来说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以上是东西 新闻记者 王翔林上誉 来自新加坡的采访报导 先把现场交给房内直播 北韩的媒体 还在跟世界接轨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 特别喜欢用Twitter 至今为止 他已经发了3300折了 当然我们看到 川普的Twitter治国 吸引了超过5000万人追踪 而且在川金会前 他是连续发了三则Twitter 那马上我们要把 推播时间交给静音 到底川普推了什么呢 这么受欢迎呢 静音 好的 陈寅 刚才我们晚安确实 川普真的非常喜欢 在Twitter上发文 如果你有追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川普他的Twitter发文 是还蛮有学问的 先来说说 今天的川金会好了 其实下午的时候 他先不开这个 他不去记者会 他干嘛呢 他先来发Twitter的发文 甚至一早川金会的时候 一早早起就三连发 先是像是 下面这个是一早的发文 他是说双方的代表 其实会面已经顺利了 而他人虽然在新加坡 但是也不忘了关心一下 美国的股市 甚至他还用Twitter上 来打脸原本唱衰川金会 不会举办的人 那么其实川普 他特别喜欢用Twitter来治国 怎么说根据太平洋宏观团队 他们的观察了 他说其实川普的Twitter发文 就好像是他的处事一样 比方说他遇到事情的时候 是有四大步骤的 他会先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目标 再来就是大肆的宣传 再来就会反复的消费 最后就会达到他想要的理由了 或者是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比方说像是这次的川金会 川普出尔反尔 一下要去的 一下又不去的 甚至在Twitter有相关的 类似的发文 这就是他的一个手段之一 而且像是过去 这个Twitter 川普他也发文过说 这个火箭人 以前人像是科林顿 布希或者是欧巴马都失败 但是他很狂 他说我不会失败 那么其实川普他的发文 也是蛮狂的 而且到现在有五千七百多万来追踪 那么也用这个高效率 低成本 这种Twitter跟民众 可以更拉近一点距离 这是今晚的推播时间 交换成因 好当然我们看到 其实川普不只是用推特来治国 他还是一个行销高手 我们看到川金会 在今天画下据点之后 川普就立刻举办了一个记者会 结果记者会上 大家看到了这个影片 简直像是一个好莱坞的剪接 那么川普就说 这是他特别准备一个四分钟影片 说要送给金正恩 结果你看到这个影片里面 大场面竟然是让在场媒体 惊呼连连 到底呢 影片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要连线记者何云轩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晚间 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签署文件后召开了记者会 会前特别播放了一段影片 引发在场媒体惊呼 影片当中甚至还出现了 北韩过去和事和非但事舍的画面 中间穿插川景影像 以及北韩当地画面 曾经主持电视实镜秀的川普 推销川景会请尽全力 宛如实施电影的制作 配上气势十足的旁白 现场就像变成了电影首映会 川普有备而来 说要把这个影片送给金正恩 相信两人能够创造新未来 好莱坞大片式的影片曝光之后 也让网友大呼 真的像极了川普作风 好 当然川普团队 除了很会行销之外 他们对于实镜秀也非常的擅长 所以今天的每一步 其实都是精心规划的 包括川普跟金正恩 世纪破冰之握 长达了12秒 川普先伸出手表达善意 而且握手的时候 川普还会拍拍金正恩 似乎是想要展现主导权 而两个人拍照的时候 金正恩只要一转过来 表情就非常的严肃 一直到两人散步时才有笑容 而昨天我们也为您报导 双方的身高差了20公分 但是今天看起来好像没差这么多呢 媒体就猜测了金正恩可能穿了后底鞋 全世界两位最捉摸不定的国家领袖 这一握整整12秒 打破美朝两国领导人73年来的隔阂 世纪之握采取主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先伸出左手拍拍金正恩 开口寒暄之后又失意转过来让媒体拍照 素来霸气不可一世的金正恩 显得有些腼腆气势略是一筹 川普一如往常是西装红领带 金正恩招牌改良是列宁装 两人同框身高似乎没有差到20公分 用媒体猜测金正恩可能穿上了后底鞋 让他和川普的视线能够维持一致 川普在会面前曾经扬言一分钟 看穿对手心理 但在专家眼里川普肢体语言 透露出紧张的情绪 他跟金正恩的互动 拿他来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一比 就知道终究还是亲疏有别 川普放松时肢体动作特别的多 瞧他和法国总统马克宏 总是以眼神交流 上演兄弟情 这回对上昔日隔空互呛的金正恩 川普握手握得特别久 但比起马克宏这种较劲之握 显得拘谨一些 两个不安排里出牌的领袖 也是一反常态 先来个层风散步 再来个正式会谈 壮似和乐融融 但谁也料不准 之后谁先变脸 不过仔细分析这种国际高手过招 实在得睁大眼睛 因为招招都有点意思 东方新闻综合报道 而今天呢 其实还有一群人在台湾 可能是比任何的台湾人 都还要关心川金会 他们是定居在台湾的韩国华侨 以及在台湾工作的韩国人 我们访问到了老一辈的韩国华侨 他们其实觉得 之前的文经会比川金会更有意义 因为他们说 韩国人自己民族的事情 当然是要自己决定啊 怎么可以让外人来干预呢 所以他们对于统一 其实是非常期待的 甚至还有一位经历了韩战 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她说一旦两韩统一的话 她真想去北韩看看 来看东森新闻 欧英俊 郑和铭的深入报道 在新北市中心街上 这间韩国食品专卖店 才开店没多久 老板就打开电视 注意川金会 老板是韩国华侨 从小在韩国出生 还念华语学校 警官长大后 跟着爸妈来到台湾 对于老家 还是有难以割舍的情感 韩国从以前就一直在讲 自己民主的事 自己决定 不需要外国人来干预 韩国人一直都有这个共识 而且他们双方都是 很期望统一 北斗山 坑冈山 白头山 金刚山 很久以前就听了 大家都在讲 当然想去看看 从小听到它吗 韩国的国歌 开头第一句就是 讲白头山 一张张照片勾起他儿时 和年轻时的回忆 偶尔还是会听着 小时候曾经听过的歌曲 也要想当年 那个不富裕的年代 所经历过的一切 害怕当然是害怕了 76岁的吕老太太就是活历史 她在南北韩 你真我读的那个年代 从战争中躲过一劫 在台湾的韩国华侨 要对这件事持正面看法 那在台湾的韩国人 又是怎么评断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喜欢 就是统一 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过得非常好 为什么有何必要就是做 就是还要就是那个 就是退步的动作 来台湾12年 从学华语开始 到结婚生子和先生创业 现在经常带团去韩国 教台湾同好如何批货 自己当老板 现在他反而觉得 如果南北韩能够统一 将是利大于弊 就是韩国有好的 就是基数 北韩好的就是天然资源 就是这样子 这种东西就是可以合作 现在因为已经不是就是要封闭 就是我们也要就坦开来 我们有好的方向走 我觉得这个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从代购批发到自双品牌 他觉得现在能去投资北韩 将会是很好的利基店 东森新闻 欧英俊 郑和铭 台北采访报道 好 不过在川津会结束之后呢 当美国总统川普回到国内 恐怕还有这个头痛的问题 跟他的邻居有关系 也就是之前我们曾经报道 G7峰会9号已经闭幕了 但是至今仍然是余波荡漾 尤其是为了美国课征 钢履税的事情 让一向很温和的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也忍不住开呛了 引发了美加两国领袖的口水战 甚至还有眼前网友发现了 在这个G7峰会之后呢 杜鲁道跟法国总统 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 他的眉毛怪怪的 好像会位移的样子 有人说 他是不是贴了假眉毛呢 有损帅气形象 知己峰会气氛友好 和乐融融 但其实都是假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 前脚踩走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就忍不住变脸呛瞎 美加两国相邻 向来是亲密盟友 现在却因为美国开征钢旅税 钢铁客25% 旅征10% 让杜鲁道决定强硬回击 加拿大移压还压 祭出高关税报复 开征税额达台币3800亿 这让川普觉得被人给阴了 频频在推特开马 他说杜鲁道在G7峰会期间 表现温和 但我离开后却说 美国关税是侮辱性行为 杜鲁道非常不诚实 而且软弱 川普气炸了 还有美国官员说 地狱已经备好位置 要给杜鲁道 让G7峰会成了一场笑话 事实上西南总理杜鲁道 最近实在有过背 先是和美国撕破脸 接着还被眼前网友发现 峰会后与法国总统 举行联合记者会时 两道眉毛诡异未遗 疑似是带了假眉毛 让不少女性觉得有些幻灭 但有网友缓加说 应该是现场灯光效果 才导致视觉差 而一向风度翩翩的杜鲁道 2015年在一场大英国协会议中 曾有食言风波 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当场感叹自己很老 女王开玩笑 为杜鲁道结尾 其实杜鲁道除了人帅 也十分温和游厉 宛如绅士 但这回因为美国可征钢铝税 加拿大又是美国最大钢铁进口国 冲击影响最大 才让他暴气不惜和美国翻脸 东正新闻江一清 文字有报道 有观众我们先插播最新消息 有一名韩姓妇人带着妹妹跟女儿 准备搭机前往日本 不过呢在淘鸡出境安检的时候呢 被海关在她的托运行李里面 发现又偷偷携带黄金了 一共有25小袋的块状黄金 市值是新台币262万元 海关已经查扣了她的黄金 同时即将对她开罚 这是最新消息 好看电视是现在很多人的休闲娱乐 现代人对于电视的画质跟音效 也越来越讲究了 比如说呢 观赏体育赛事或是动作电影的时候 画面的流畅度跟清晰度 也是许多消费者的重要考量 持续进入六月 不仅台湾天气热 氏族的狂热更是席卷全球 家电品牌也趁这波运动热潮 推出新款高科技电视 要让消费者观赏球赛 更加深厉其境 它跟一般的一季电视差异 就是它会提升六倍的对比度 那今年它搭载集顺明锐影像技术 让你在看球赛的时候 一样保持流畅跟画面的明亮 对于画面品质比较注重的客人来讲 我们会推荐OLED电视 面板特性是不会有残影 平面生长技术 它会增加声音的音场制造 跟扩散感 4K电视当道 现代人追求影音享受 尺寸也越满越大 至于依照家里的空间 该怎么选择电视的大小 专家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比较推荐的电视观赏距离 是用电视荧幕的高度 乘以1.5倍 那举例来说 如果是55寸的电视 只要有120公分就可以去收看 那换句话说 或者是在这样的距离底下 电视给你的包覆感会非常的好 随着科技的演进 电视从过去的黑白无声 到现在的生力起进 电影院般的声光饗宴 在家中也能轻松享受 东森新闻和孟哲肖雅琪在台北报道 好 各位观众 马上我们先看到最新的画面 这个是在金正恩所下榻的这家酒店 瑞吉酒店外面的一个最新情形 也就是现场的媒体开始出现了一些骚动 表示金正恩可能随时会出来 而且要前往搭机 离开新加坡 至于他的目的地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锁定东森新闻会有进一步的报道 另外这是最新消息 英国伯克郡一处大型商场甲骨文购物中心 在当地上午星期二九点 竟然发现一次爆裂物 而警方到场之后呢 已经将大楼内全部清空 而目前差一带小组也已经到场了 稍后会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好 马上继续来关心 今天这场川京会历史性的一刻 一举一动都是焦点 包括了金正恩签名用的笔刻意 不用川普送给他摆在桌上的 而是由他的妹妹金宇正 把桌上的笔换成金正恩 自己带来的专用笔 非常的谨慎 另外白宫对于川京会 虽然慎重却也百密一书 美国官方的川京会 纪念笔图案被发现了 怎么川京两个人的实际握手位置 刚好相反 画面上看到北韩的安全人员 戴着白手套 把金正恩位置桌上 川普所赠送的一支笔 一再擦拭非常小心 这支笔是川普特别为金正恩 准备的签名笔 不过他被金正恩 晾在桌上根本没去碰 在川普说话的同时 可以看到金正恩的包媚金宇正 已经把桌上的笔换掉 换成金正恩的专用笔 连笔套都已经打开 金正恩用自己的笔 一连签署三份文件 别人的笔不放心 反复消毒还不行 可见北韩的小心翼翼 签署文件的笔有文章 白宫纪念笔则是出现小图锤 川京会纪念笔上的图案 川普在左 金正恩在右 但事实上两人会面时 川普是站在右边 金正恩站左边 方向刚好相反 这套纪念笔因川京会一度取消 从原价24.95美元 约台币744元 降价为19.95美元 约台币600元 还强调若川京会取消 可以退货 但不知最后方向相反 可不可以退 两位领导人吸金的发型 也有人拿来做文章 还把两人招牌发型互换 看来效果十足 只是不知本尊 有没有考虑改变发型 金正恩这次来新加坡 11号晚间还突然出游赏夜景 南韩媒体当然一路紧追 就连随后新加坡外长维文 与金正恩玩自拍的照片 也被南韩媒体加注了 花美男 友情照 到此一游 和 勿忘我forever等字眼 瞬间拉近金正恩与世人的距离 这一次随金正恩出访的北韩安全人员 瑞吉酒店一天早餐价格 47新币 相当北韩一个月工资 他们被发现在回饭店时 还爆了一整箱的麦当劳 因为这在北韩吃不到 毕竟川金会什么都是破天荒 头一遭 东方新闻将一起看中综合报道